最初大家認識我 可能都是因為我喜歡播一些比較靈略的歌 但其實現在主流和獨立音樂之間的界線 已經不再是黑白分明了 灰色反而可以成就出更多的可能性 無論音樂、電影、電台、文藝教育工作 都要遲早發覺新的靈感和面向 工藝和設計也一樣 要不斷提高標準才能拒絕平用 結合前瞻的視野和美學 誕生出超越時間的晉永經典 然後成為眾人的Intelligent Choice